7月13日,邓文迪现身爱达河州的太阳谷来参加每年都在这举办的亿万富翁夏令营 这次来的有巴菲特、库克以及战略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汤姆、伯恩塔尔等等 邓文迪还是莫多克妻子的时候经常跟莫多克一起来,对这儿比较熟人 离婚后她这两个女儿管理着信托基金,自己也是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身份 顶着莫多克的姓氏,仍然在美国上流社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邓文迪巅峰时期曾和莫多克成年子女争权夺利 与莫多克离婚时对不公堂,目露凶光 她这一次高调现身好像要再大干一场 莫多克已经92岁,她的几个成年子女争权也进入了白热化 她态度也不明确,谁是接班人 据悉在莫多克的家族基金中,她四个成年子女有投票权 而邓文迪的两个女儿却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邓文迪最近使劲推自己的女儿